欢迎收听修真世界第五百一十四回 争论最后由几位大师傅拍板决定了 传给大人吧 至于用不用那就由大人自己定夺 孙宝大师傅点头赞同 这套禁制还没有名字 我说大家伙给取个名字吧 明猴 你想得来的禁制 自个儿取一个吧 人群中有人嚷道 顿时引起了一片起哄的笑声 这明猴啊 这名叫明关山 但是由于个子瘦小 大家都把他叫做明猴 他呀也不以为然 明猴脸刷得一下子痛红站了起来 别别别 这东西是大家伙一起做出来的 呦 明哥们还推辞起来了 只要你不起名字叫做猴哥禁制 我看就成了 又有一个人调笑道 众人又是一阵哈哈大笑 连吉尾大师傅呢 也不由微微一笑 这个禁制原作你的创意 也应当由你来命名 我看就别推辞了 就是 这个可一定要威风霸气的名字呀 明猴呢 此时也不推辞 歪着脑袋想了半天 有些不好意思的说 我看 哎 那本人就叫 王进苍穹 大家伙觉得这个名字怎么样啊 封信子的脸上挂着 清河的微笑 这些天 磕得还如意吗 青花雪 微微一笑 多谢大人成全 封信子看着眼前文静的青花雪 眼中却忍不住略过了一丝赞赏之色 真是个能静得下心情的女人哪 然而这类女人往往会比较难对付 封信子心中一阵苦笑 过一段时间 张老辉会派人过来 你知道为了什么吗 天使巨装 青花雪并不笨 而且她在祖母身边 大致情况还是了解的 嗯 没错啊 天使巨装是一件准神兵 已是到目前为止出现的第一件最接近神兵的装备 它对我们可是很重要的 看到只微笑而不说话的青花雪 封信子更加头疼了 我呢 希望你能够帮助我们 如果说你能给予我们帮助 青花家会在妖族获得更高的地位 你的兄长也能够得到后面的心法 或者兄长天赋有限 其实说有心法 我看他也很难进步 以他的心性 眼下这般安静平凡的生活 对于他来说 这才是一件幸事 至于青花家 我们是旁之啊 对于本家英俊的义务 从来都并没有推脱过 我听说过一句话 享受的权利 应该和英俊的义务匹配 封信子眼底深处的赞赏更重了 没错 权利和义务对等 那就让青花家其他人去操心吧 不过希望在不损害 萧英海大师力前提之下 能给予我们一些便利 青花学功身致谢 多谢您的理解 注意安全 这段时间可不太挺啊 青花学整点头 放心吧 我会的 我先回去了 说完 他就向封信子告辞 转身朝里面走去 回到了内院 他眼中 这才浮起了一抹忧色 他知道萧英海的身份 也知道他一旦暴露着事情 将有多么的糟糕 想着心事 他没有注意到周围 当注意到前面有人的时候 顿时如梦初醒 他抬起头 却跟笑摸歌 注视着他 青花学 莫名的惊慌 但是很快 恢复了镇定 大人 左墨细手挥洒 布下了镜子 以防有人偷听 做完这一切 他这才开口 哎 当年我们不够打了一架 你也不用追到 我到这里来吧 青花学听完了一愣 直到肖摸歌 认出了他 他闭嘴一笑 我只是对你好奇而已 好奇 左墨觉得这个说法 简直太 太让他不知道 该怎么形容了 因为好奇 我说你就跑到魔界来了 左右无事嘛 青花学故作轻松 左墨叹了口气 他被这个无敌的理由 彻底的打败了 我说难道你这不怕 啊 我杀你灭口吗 难道你不知道很危险吗 你会吗 青花学直接问 左墨的表情僵在了脸上 过了片刻 他冷哼了一声 哼 那可说不定 哎 知道歌当年的绰号是什么吗 江湖人称 血手人徒 杀的人呢 没意外 也有八千 青花学微笑的听着 并不插嘴 怎么了 这是怎么了 这个女人脑子秀逗了吗 左墨觉得自己第一次又不知道该怎么说下去的感觉 摔了水脑袋 左墨呢决定把这个问题丢到一边 从这几天他观察来看 这个女人虽然说脑子不太正常 但人呢还是相对靠谱的 既然你来了 哥还是不会浪费劳动力的 请十指玉 贵人找你 左墨嘴里边嘟囔着 十指玉 有人找他 青花学有些奇怪 却并没多问 而是干脆点了一下头 好的 左墨彻底没辙了 这姑娘啊 果然不正常 居然连问 她都不问一下 倘若说天使剧装让整个世纪暗流涌动 那么地魔兵引发的热潮 却是每个人都能够深切的感受到的 此时若说心情最糟糕的 却是优权界的各路商人 对于他们来说 这素饮浑丝草虽然说也难得 一两件存货呢 还是有的呀 可不周成离此 不知道要经历多少戒 天偏只能是干瞪眼 那可是地魔兵哦 尤其是崔安把殷勤离环换走之后 更是让无数人堕足垂胸 毁得肠子都轻了呀 然而此时 在一只天空鲨鱼当中 一名黄脸汉子安静的立在角落 他虽然相貌平凡 气息也没有多么强大 但是背脊挺得笔直 那股昂扬之气 却怎么也掩饰不了 倘若左墨在此看到这个身影 一定会脱口而出 大师兄 尾声 在用地魔兵换素影浑丝草传得沸沸扬扬的时候 左墨便知道那什么萧云海啊 就是师弟左墨 他没有任何犹豫 经过了简单的易容便日夜兼程赶往不周成 之前呢 以战养战 让他如同蓄满了水的池子 而左墨用纸贺给他的一些关于神秘的内容 如波云开悟 让他看到了一条全新的剑图 一路而来 结合了左墨的心得 他悟出了一套用心神炼化世神血剑的法门 他的细心呢 越来越内敛 浑身的剑意越来越淡薄 锋芒之味 日趋消散 他搭乘的是一只天空鲨鱼 这样他能够有更多的时间用于体悟入定 虽然说只能站着 没地方坐 但是他也很快适应了 倘若周围人注意到他一定会惊讶的发现 尾声的气息呢 越来越普通 就连那股昂扬之气 这个时候也是越来越淡了 这只天空鲨鱼途经许多站 不时有人上下 但上的多下的少 原本拥挤的空间变得更加的拥挤 虽然有魔纹净化空气 里边呢还是略显气闷 周围不时响起 牢骚抱怨之声 尾声 一个墙壁 眼睛那似针非针 像睡着了一般 忽然他半合的眼睛里边 陡然的掠过了一道 微不可查的金光 但转眼之间 便消失不见 几道灵力的目光 从他的身上扫过 他就像是一无所觉一般 对方的目光 很快的就从他的身上挪开 左墨拿到手就大吃一惊 他何等造诣 立即被这新颖独特的结构 深深的吸引了 他的造诣远非金无营那些人可比 很快便得出了结论 这个静止可行 而且非常的强悍 但即便是他也不知道 他的威力到底会有多强 左墨一目十行 那些细节之处一眼扫过 心中便明了哪里有错误 除了几处极小的瑕疵外 如此复杂的静止 竟然没有出现大的漏洞 这令左墨感到惊叹无比啊 要知道 这些那些名声在外的强力静止 因为往往都会有一点破绽的 只不过不为人知而已 从左墨的角度来看 王进苍穹是一个 无限接近完美的超级静止 但是这种全新的符文 与魔文结合的结构威力有多大 只有把静止布射出来 那才有可能知道 最近无影来说 无法跨越的障碍 对身距太阳神火的左墨 却完全不是个问题 眼前的王进苍穹 深深的吸引他 他也很好奇 他的威力到底有多大 几乎没有犹豫 左墨便开始炼制 在炼制了天使剧装 和四剑地魔兵之后 左墨的炼制手法 已经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墨说魔戒了 就是放眼在修真界 他的炼器水平的 绝对不比那些 所谓炼器大师逊色半分 手头上材料充足 宝贝无数 强烈的危险感 让这左墨是废弃忘食啊 亦安有些心惊肉跳 萧云海大师忽然列出了一张 恐怖的青竿 上面材料的种类是上次的 十倍之多呀 不是 这大师到底想干什么呀 难道说他又想炼制 地魔兵了吗 饶是亦安这等见过无处世面的人 想及于此 也情不自禁的倒进了一口冷气 四剑地魔兵 刚出世的时候 亦安兴奋无比啊 整个魔界由此而引起的狂热 让他看到了 乌西堂辉煌的未来 但是随后天使聚装 所引起来的暗流 就让他嗅到了 强烈的危险的气息 而随着不周城的人流 越来越多 他心中啊 越发的不安 便是之前嚣张无比的汤匠 如今都老老实实地 缩在了一旁 战步虽然说驻扎在城外 却并不敢派进城里来 便是他也知道 这些人流之中 起码有三名率阶 而这个数量还在增多 任何一名率阶 足以把整个不周城 从地图上抹去 两名率阶之间的火兵 方圆千里 一为平地 如果率阶混战 亦安不航而立 他早早地把蓝芒收了起来 他现在只想早点能把剩下的 两件地魔兵 换出素影浑丝草 让逐渐失控的局面冷却下来 出于担心素影浑丝草 刺激到大师 他把得到一株素影浑丝草的事情 隐瞒了下来 等待剩下两件地魔兵 换成素影浑丝草 然后一起送到大师的手上 那万一大师看到素影浑丝草受到刺激 又开始练之地魔兵 当忧心忡忡的亦安 从左末的手中递过了那张材料清单 他的脸色可就变了呀 至今十倍呀 十倍的材料 以大师的水平 那该是多少件地魔兵 这大师是不是真的疯了呀 难道说他想来一个地魔兵大批发吗 急匆匆地赶过去 准备劝说左末的亦安 被曾脸二感拦了下来 左末正在炼制王静苍穹核心部件 不能够被打扰 烟顿时头大无比啊 进退两难 见不到大师 他就没有办法劝说大师 而大师给出的清单 上面让他以最快的速度 准备这些材料 若是大师出关 见材料没有准备好 那可就糟糕了 无论如何 亦安现在都不敢得罪左末 亦安心一横 管他呢 天塌下来也压死个高的 先把大师扒着好再说吧 回到武器堂 他二话不说 让下面准备材料 这个世界上根本就没有不透风的墙 武器堂本来就是众人关注的焦点 他们的一举一动 备受关注 如此众多材料的调集 也瞒不住人 大师又要练制地魔兵了 消息不静而走 如同长得翅膀一般迅速的传播开来了 连续飞行了三日三夜 天空鲨鱼呢 终于停了下来 他需要休整一天了 天空鲨鱼里 早就被闷得喘不过气来的乘客 顿时如同泄了他的洪水啊 从天空鲨鱼上冲了下来 呼吸着外面的新鲜空气 而早就守候在一旁的商家顿时围了上来 热情无比地招揽着客人 尾声不动声色地摆脱了几名商家顺着人流 他小心地跟着那些人身后 脸上呢 看不出半点的表情 唯独毛子深处偶尔会闪过一丝寒芒 昆仑剑修 那几个人是昆仑剑修 尾声对剑义的甄别一乎寻常的敏锐 虽然说对方几个人掩饰的几乎是并没有半点破绽 气息呢 也是滴水不漏 但是他们万万想不到 会有人对剑义如此的直指本心 察觉到对方身上独特的昆仑剑义 尾声心中的杀意顿时森然 几个人的实力不俗啊 应该是昆仑内门弟子 昆仑内门弟子出现在 这只前往不周长的天空鲨鱼上 那目标肯定是左墨师弟 尾声强肆按捺住心中的杀意 打算呀 先打探个水落石冲 昆仑绝不会这几件地摩兵大动干戈 他们一定有着不为人知的目的 哎呀 真是一群土豹子 几件地摩兵就把他们激动成那个样子 华山忍不住抱怨道 你们人太多了 又臭又闷 烦死人了 济心这个时候安慰道 师妹啊 再坚持几天 然后呢 我们到了不周城 与徐师叔他们会合就没有这么辛苦了 为什么这次大师兄没有来呢 华山一谈到林千眼中便多了几分仰慕 若是大师兄来了 那可要多好啊 哎呀 好久都没有见到大师兄了 既然心中一阵苦笑 他心里边啊 喜欢华山 可是华山仰慕的却是大师兄林千 对于大师兄呢 他难以生出嫉妒之心 大师兄也是他心中的偶像 在门派里边几乎一大半的女修都仰慕大师兄 一直沉默地满脸胡须的中年人忽然开口说道 你们大师兄还要提他任务 他可比你们辛苦得多呀 两人立刻闭嘴了 这个中年人呢 是他们的师叔雷役 雷役师叔一只脚已经踏入了反戏期 若不是这次任务太过重要 绝对不会派雷役师叔前来的 别看着 靳阳和华山都是原英七的修为 但是雷役师叔的实力 比他们不知道要强大多少 比我们这次任务还重要吗 华山忍不住问道 竟然心中呢 也是充满了好奇 他可是知道 这次任务门派甚至于出动了两名反戏期的师叔 而准反戏期级别的师叔更是高达七位啊 不过玄空寺长老团的覆灭 让昆仑对这次的行动也是不敢怠慢的 雷役看了他一眼 怎么了 门归忘了呀 什么该问 什么不该问 你怎么都不知道了呀 华山听到这儿 脸刷了一下子就惨白了 静若寒蝉 一旁的静人呢 心中也是凛然了 就在这个时候 雷役瞳孔猛然一睁 后面鬼鬼祟祟的朋友 出来吧 日之后事如何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 修真世界